在报期望薪资之前 在报期望薪资之前 你要先知道他们公司是如何运作 到底有没有未来的发展方向 你在报期望薪资之前 在报期望薪资之前 你要先知道这间公司的未来发展 他想要获得什么东西 你在报期望薪资之前 你在报期望薪资之前 你要先知道这间公司到底想要做什么东西 他这个方向到底有没有发展前途 发展前途 你在报期望薪资的时候 你在报期望薪资之前 你一定会知道这间公司是怎么运作 怎么赚钱的 这个很重要 因为如果他只是一个在大撒币 不知道他在干什么的公司的话 在报期望薪资之前 很重要一点就是 你要先知道这间公司是在做 在报期望薪资之前 你要先知道 在报期望薪资之前 你一定要先知道这间公司是怎么赚钱的 他们怎么样去营运的 你要先知道这个东西 因为你不一定 在报期望薪资之前 你一定要先知道这间公司到底是怎么赚钱的 他到底是大撒币乱花 然后就乱报这样子吗 还是他有一个规划的 你要先知道这点 因为像是我有面试很多公司 那他们大部分都想要走短领鹰这个市场 抖威鹰啊 那他们到底会不会赚钱 他们其实也不知道 所以你的薪水也不会到这么高 因为他就是一个在大撒币 不知道在干什么的概念 所以所以你这样聊一聊你就会 那你聊一聊你可以再深入 那你再聊一聊你可以深入再问他说 你到底是想要短期获利吗 还是你要看商品的转换率吗 还是你要看业绩啊 看KPI之类的啊 这些你都先问清楚 这个跟你报价 你的薪水期望待遇 其实也会有影响 那你可以再聊一聊 还可以再深入去问他说 你们公司到底注重的是什么 是转换率吗 还是你的销货量吗 还是营业额吗 还是你要的KPI啊 还有什么 你深入聊一聊 你还可以再问他说 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东西 你要短期获利吗 你要转换率吗 你只看转换率吗 有人就真的只 所以你再聊一聊之后 你可以再去问他说 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你想要短期获利吗 还是你只是支线 想要就是玩玩看的概念 或者是你想要 有很强的转换率吗 就是真的是 哇大家都想要买 还是你想要有什么 其他的指标 像是什么KPI啊 还有什么营业额啊 之类的 干嘛的 你这个都可以先问清楚 那对你的期望薪资的报 也是影响蛮大的 你可以再聊一聊之后 你还可以再详细问他说 你到底资金公司想要是什么 你再聊一聊之后 你可以再询问资金 你在聊一聊之后 你还是可以再继续问他说 你像是资金公司 目前想要什么东西 你想要短期获利吗 还是你只是一个支线 想要顺便投资的一个东西吗 还是其实你想要看什么 KPI啊 什么成长的指数 要干嘛 营业额要怎么样 爆表之类的 还是你其实只是想要慢慢的 经营这个品牌 等等的这些 你可以问清楚 那对于你的薪资 期望薪资报的方式 也会不太一样 这也会有影响 期望 什么事 我想要不要 你能看上什么事 都不太一样 又是重新的 也很难找到 我们也要拾意 在这个点子 这一点 吗 你 你 然后 对 你 都不太笄